切碎的洋葱要先炒香哦 加入面包粉 再加鸡蛋 然后再加牛奶 加盐巴 加很多 并没有 把冷酱的洋葱加进去 要搅拌均匀哦 做成圆饼 会不会太大了一点 不会不会 就算是浓腻的味道 这个大小会吃的味 已经煎好了 在皮底锅加番茄酱 还有猪排酱 搅拌均匀 汉堡排一定要的酱汁 浓腻味道的秘密要均匀了 没有那种东西啦 两位请开动吧 我要开动了 我要开动了 浓浓腻腻的复杂味道 真是太棒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抖音 抖音 我先开动了 我先开动了 我的 Clean 这个杯子 腻的毛 我就在开动了 这就会 这么远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